黑板四個概念 就是今天我們要上的主軸的四個概念 在幫你複習 這在上禮拜的話 就是把它變成是你個普悟的 Summary 的部分了 那今天就把它當做一個主題來做探討 我們先從最重要的第一個 Lorence Transformation 來講 以及相對論上面的都普勒 質量 還有很重要的能量的關係是 是怎麼推導出來的 那個我如果沒有說錯的話 應該助教已經把這些補充資料都PO在網路上面了 但是它的版本跟我版本是不一樣的 就是我看了OK 你這樣子也可以 那我就兩個版本給你 一個就是我上課講的 以及另外一個是助教去找一些其他的書本資料 或是他自己統整起來的一個補充資料給你 所以你基本上對這個複習的部分 還在像你大一的時候老師教你的 所以總共你已經有三個版本 我想應該這樣就很夠了對不對 OK 好 我們不用講太急 先把它唸懂最重要 第一個呢 我要講的是Lorence的Transformation OK 那麼重要的地方就是在於這裡 就是SYZ跟時間的換算 OK 那我雖然寫Y跟YZ是一樣的 是跟原來的一樣 並不代表它永遠都一樣 它是有條件設立的 OK 等一下我再講一下 那我先就旁邊給你Summary一下 什麼叫做Lorence的Transformation OK 好 那麼要講這個推導之前呢 首先我先假設有兩個座標系 一個是禁止的 一個是我們叫做O或是SYZ 沒有Prime的 OK 另外一個相對的座標系呢 慣性座標系的話 它就是一個OPrime的一個座標系 另外這個座標呢 它就是有Prime的對不對 所以它的S也有PrimeYPrimeZPrime這樣子的 OK 那注意看喔 它們兩個都是慣性座標系 唯一不同的地方 唯一有差別的地方就是 OPrime的這個座標系 整個是跟O這個座標系 有一個相對速度V往右 OK 舉一個例子 舉例子說OK 有一個太空梭OK 它呢 離地球往右邊移動 就這樣子 好 是這樣子概念的 所以你看喔 我這個邏輯概念的話 就是架設在 我是沿著X軸在變 對不對 所以因為我有這樣子的一個假設 所以等一下我推出來的話 是只有X會變 Y跟Z不會變 那我這樣子的意思就是告訴你說 你以後如果要去考試對不對 或是你遇到不同的練習體的時候 你發現到這個觀察者 OPrime 如果是對著這個地面 是往Y移動 那你這個公式是不是就要適當的做一個改變 而不要再老師 KEEP這個YPrime等於Y了 因為它Y已經在做一個 跟原來的相對速度了 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要看你這個相對 這個O不同的座標系的時候 他們的相對速度是往哪裡跑的 而要做這個適當的修改 OK 所以你不要看每個版本都這樣子 然後考那個練習Honework的時候 就發現 那怎麼沒有不能變Y了 不是的 OK 好 那你這一個 你要先了解這個圖喔 你一定要先知道它是Based on哪一個假設的 然後後面才這樣推的 這叫邏輯 OK 所以你先看這樣子的假設之後 OK 我先不要管O Prime 我先來管O OK 我先問你一件事情 就是 你現在這個Lorentz的Transformation的 簡單來講 它就是要做SYZ以及時間 或者是說位子跟時間 兩個座標系是怎麼做轉換的 對不對 好 那我先看我這個O OK 我如果在O的話 我要定義一個距離 好 我這個東西飛了多遠 這個距離的話 我是不是可以在任何一個點 這個關係的地方的時候 它的距離 是不是會等於S平方加Y平方加Z OK 那這一段的距離 我如果用一個光 發射光 來代表距離的話 我是不是可以用C乘以T 速度乘以時間 等於距離 用光速來定義一個距離 可不可以 可以嗎 我今天要定義這個空間當中SYZ 任何一個點 它跟這一個圓點的話 它今天的距離 是不是S平方加Y平方加Z平方 對不對 那它這個光 跟這個距離的話 我是不是可以假設從這個圓點 發射一道光 來定義這個距離 OK 你如果對於這個用光速來定義這個距離 你沒有概念的話 我先問你一個名詞 光年 OK 光年這個字 是 時間 還是距離 距離 這樣知道嗎 就是光速乘以時間 對不對 光年 所以這個是一個距離 OK 那如果有這樣概念的話 你是不是就可以很清楚了 SY加Y平方加Z平方 是等於C平方加T平方 對不對 好 那用相同的概念 來到O'的時候 你要定義O'的任何一個點 它跟它的這個距離的話 是不是可以用 SY平方加Y平方加Z平方 等於C平方加T平方 這樣子的關係 對不對 OK 這個呢 這兩個式子 我都是用光來定義一個距離的方法嘛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要做轉換了 對不對 好 現在這邊的S 要跟這邊的S'要做轉換了 以及時間 Y也要做轉換 怎麼變 好 那再來 你現在要 對 剛才兩個坐標系的 SYZ 以及S'Y' Y'跟Z' 要做轉換的時候 OK 好 你先看一下這個假設 你同不同意 你先看 Y跟Z 我是不是可以先不要管了 因為剛才那兩個坐標系 是不是相對X在移動 所以應該Y跟Z是不會變的嘛 所以你Y跟Z是不是可以先不要理它 因為大家都相等嘛 齁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今天題目如果變的話 如果是往Y方向移動 那你這就要變了 齁 但現在是都不會變嘛 因為它現在開始走 在移動 所以這個就先不要管 好 那我們看X好了齁 你移動了一段距離之後 OK 我本來是O對不對 本來如果假設O跟O 本來疊在一起的 那麼你移動了之後呢 你現在在我這個位置呢 假設你在我這個X的位置呢 是在一個X的距離 假設如果對O而言呢 你這個心的地方呢 就是在我的X 可是你自己又移動了一個VT 所以你們兩個之間的X 是不是應該是這樣子的關係 某個比例的關係 假設 你現在就是不知道這個比例 到底怎麼樣嘛 但是基本的架構 它應該就是還是跟這個 S-VT這樣子 相對距離是有關係的嘛 是不是 你就假設這樣子 因為要不然的話 這個γ就是1嘛 對不對 如果像等數 OK 如果是在一個汽車公車 然後離著這個 這個黑板離開的話 它基本上 或是離開一個物體的話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S'等於 S-VT這樣子 相對的差值嘛 對不對 可是今天因為速度太快了 所以我假設這個γ不是等於1 而是某一個值 叫做γ好了 假設啦 也許原始可能等於1啊 不一定啊 好 他們應該就是based on 這樣子的結構之間的一個關係嘛 正比關係嘛 那你看T呢 T的話呢 我也不知道 到底時間會不會變啊 是不是 沒關係啊 反正 它應該 如果你有做這樣子的轉換的話 時間應該也是要做這樣子的倍數的轉換嘛 只是在這裡的話 原來跟後來的時間 到底會不會有差 我不知道 對不對 我就加一個未知數 得到這樣子 像剛才這裡的話 它是我在等數 我在那個 在一般的牛頓定律 或是古典定律的時候 我就知道 它們的位置 是有這樣子的轉換的 對不對 可是在 在那個 相對論的很快速很高速的時候 它的時間是怎麼轉換 我就不知道有沒有那麼單純 所以我就假設有沒有 看看有沒有這樣子的誤差值 或是修正項 叫做Delta 那既然位置是有這樣子的 γ的關係式的話 時間上面的話 能不能假設 都是一樣的一個轉換的方法 OK 這是最剛開始的時候 是這樣做假設的 好 如果 這樣假設沒問題的話 OK 那你就把它 代入 剛才我們寫的 用光 代表 距離 的這個速度 把它帶進去 我剛才把它擦掉 對不對 剛才是不是寫在中間的 黑板那邊的 你可以再去 check一下 如果呢 這個假設沒問題的話 你就把它 代入 剛才我這一個 二號式子 在這裡嘛 是不是 你就把這個 SYZ S' 應該在這裡 我就把這個 S' Y' Z' 還有T' 帶入我這個 式子進去 有prong的式子進去 OK 那麼應該就會得到這裡 這個就是我的 S' 對不對 這個就是等於我剛才的 式子的Y' 這就是我剛才的式子的Z' 會等於我剛才的C' 以及T' P'的一個關係式 OK 這就是剛才我帶入 1號式子的時候 是這樣子的 可以嗎 可以齁 1號式子就是剛才我下面這一條式子 對不對 你把這個S' Y' Z' T' 帶入這個式子進去 就等於這樣子的 好 我們就把它拆開 OK 好 可以嗎 不會太快 好 那如果你把它拆開之後呢 好 你看這裡 這裡是 A-B的平方嘛 是不是 所以你用你一般的數學的話 你就可以知道是等於A平方-2AB加B平方 你把它拆開 對不對 後面的話也是一樣的 Y平方加Z平方不會變 那後面的話是A加B 所以就變成A平方加2AB加B平方 就這樣帶進去 對不對 好 你把它拆開來之後 你這個式子 你已經把X' 用X來帶進去 或是用T來帶進去 之後變這樣對不對 所以照道理講的話 這個4號的式子 是不是應該要跟2號的式子 本來我們在寫在中間 黑板單上的 S平方加Y平方加Z平方等於C平方加T平方 這兩個式子 是不是應該要相等的 等你用X' 你帶進去之後變成X的話 你應該是不是要等於原來的 對不對 好 那你就把這兩個式子來做比較的時候 你發現到 多了什麼項 多了這個ST的項 對不對 還多了什麼 還多了這個時間的項 這裡 對不對 是不是多了這裡的項 所以你把它呢 兩個呢 等於它之後呢 你就可以知道 這個第一個要拆掉的是 這個中間的這個2VX 好 TX在乘上這個 Gamma的平方呢 應該要等於右邊 如果能夠等於右邊的話 是不是就可以消掉 那你就會恢復到你原來的式子 2號 可以嗎 好 我的意思就是說 2號這個式子呢 本來就沒有的東西呢 你就要把它們兩個消掉 就是了 齁 那消掉之後呢 或是相等之後呢 你就會得到這個式子 OK 你就把它做一個整理 做一個比較 哪個東西是多出來的 把多出來的 左邊要等於右邊 這樣就可以相緊 就相掉了對不對 那這左邊要等於右邊 就變這樣子 再把它整理完之後 你就可以知道 你這個剛才的時間的位置數 或是修正項 就會等於 負的VX除以C平方出來了 可以嗎 好 這是你第一個 你把這兩個式子做比較 得到的第一個結果 OK 好 那第二個結果呢 好 好第二個是怎麼樣子的狀況 剛才是消掉 多出來的 多出來的 不應該要有的 對不對 多出來的像 對不對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 你消掉這些 本來都沒有的東西之後 你是不是 後來的這些東西 還是要相等嗎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 我把這兩個拿掉了 好 注意看 這一個拿掉 以及呢 這個部分也拿掉了 那拿掉之後 是不是 後來的式子 就是這個 γ平方 s平方 加 v平方 s平方 加y平方 加z平方 應該還是要等於 這個c平方 γ平方 t平方 加gk平方 對不對 應該還是要保持不變嘛 齁 或者是說 你這一個 還是要 你把這兩個拿掉之後 你還是要等於你原來的這個式子嘛 s平方 加v平方 加z平方 等於ct平方嘛 對不對 所以你要 你把這個多的拿掉之後 你剩下來的還是應該要保持一樣嘛 ok 所以這樣子的話呢 你就可以知道 你剩下來的東西還是要保持一樣 那用這樣子的方法去推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你的γ 就是等於 就定做這個數字 是這樣子的原因的齁 ok 所以呢 你現在得到這個東西之後呢 你就可以做一個總結了齁 你說t那個 啊 啊本來 像這裡的話 你本來這個式子 你本來這個式子 是不是只有t平方向 你沒有 你沒有一次方向 就是說我只有t的平方向而已 我沒有t的一次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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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保持一次方的比例啊 所以不會因為我的假設而引進 不應該要有的 不同次方啊 對 我就知道都是假設一次方一次方 所以我帶進去之後 它變平方 那我的假設還是變平方跟平方啊 對不對 所以還是這個一次方就是多出來的 這一次方是沒辦法削掉的 嗯嗯 所以才會有這樣子 要把它 要把它變成 退下來這樣子 縫隙 他們哪裡有問題 ok 好 那就 做 再做一次conclusion齁 欸 好 那你如果把後來的γ 以及多出來的修正向Δ 你放入你的假設之後 你就可以得到Lorenz的transformation 對x不同 兩個不同的慣性坐標系 他們的坐標 以及時間怎麼做轉換的 就這樣子 好啦 那我同學開始眼睛一亮 又發現到 欸 這個時間 為什麼跟我上次推導的 什麼時間延遲又不一樣呢 喔 那這樣子又透露出 你有個概念又不對了 時間延遲是時間 還是時間差 欸 我先問這個問題 我們上禮拜推導的 那一個時間延遲 來Lush 對不對 它是時間的定義 還是時間差的定義 OK 所以是時間差的定義喔 欸 那你又開始想說 糟糕了 你又架構又垮了 要垮了趕快回去念 所以呢 你現在定義的話是時間 按 上次我們推導那個 那個什麼 Proper Time那種東西的話 是時間差 所以不一樣 那我們來用這樣子的概念 用時間 的修正 來驗證看看 上禮拜的時間延遲 或是講比較精準 叫做時間差的延遲 是不是正確的齁 來驗證一次 好 我們再Check一次 上禮拜的 OK 上禮拜是這樣子喔 就是說 我先假設有一個觀察者 OK 它位在一個位置 SD 假設說我 我用上禮拜的圖 來看的話 是這樣子的齁 就是O對不對 那我這個呢 O座標就開始移動了 對不對 OPRAN座標就開始移動 離開了齁 假設呢 我就看他齁 我現在這個人呢 觀察者 是在一個位置 叫做SD 假設他不動齁 那你 離開的時間是怎樣齁 剛開始的時候 本來說 好 假設我跟您 如果 如果本來是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你離開了一段時間之後呢 一段時間之後呢 假設這個時間叫做T1 那麼我去看一下T1的時間 我們兩個去 去 我們兩個要做轉換的話 就是要用這個Lorange的方法 來做轉換 對不對 那麼在第二個時間點的時候 叫做T2 OK 那我也是要做這樣子的轉換 那到底我從T1prong到T2prong的時候 我中間到底是經過多少時間差 OK 你就要把這兩個相減 OK 所以就變成上禮拜那樣子 所以意思就是說呢 你上禮拜的那個推導呢 是一段時間差的一個校正 OK 不是時間 如果是時間的話 你就要恢復到最原始的Lorange的Transformation 來算了 好 第二個 好 剛才同學有一個問題啊 我覺得應該先講 什麼叫做時間跟時間差 好 比如說欸 6分鐘 6分鐘這個概念是時間差還是時間 蛤 差 對不對 所以什麼叫時間 現在是10點15分 這叫時間 OK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已經休息10分鐘 時間差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們知道什麼叫時間跟時間差 OK 好 好 再來第二個 都普勒效應 OK 好 這一堂課呢 我們要講的是都普勒效應 這個在 這個在那個 欸 集體部分 還蠻常考的 然後呢 在研究所考試這一兩年也蠻常考的 好 你們先看一下都普勒效應 都普勒效應 對 然後我現在 再跳脫一下 剛才同學有在問說 剛才我們都是舉這個X方向 對不對 如果是Y方向移動的話 那要怎麼變 那你就很簡單 你就把剛才的那個 把剛才的那個X就變成不變 對不對 然後呢 Y就變成是Y-VT C除以一減 V平方 C平方 就這樣子嘛 OK 就這樣子 好不會 好 那有同學問問了 那如果我是SYZ 我都在移動欸 哇 那你把題目也設的蠻難的 齁 那你還是一樣嘛 就是這個就變嘛 對也是 就是 反正三個項都要做校正就是了 OK 然後他又問我說 那時間怎麼辦 那 時間的話 你就恢復到最原始的那樣子 就是X平方加Y平方加Z平方 等於C平方加T平方 對不對 你把這些變數全部都帶進去的時候 你就可以推導出來那個時間是怎麼樣的式子 你懂我意思嗎 好 你就是 所以我就一直在嘗試 你一定要記得最基本的那個架構 是怎麼設出來的 然後呢 把各種不同類型的題目 你再把它去做 把它做一個適當的帶進去 或是校正就可以了 OK 好 那第二堂課我們要講的是讀普樂效應 讀普樂效應的話呢 分為兩個方向 一個呢 是垂直運動於一個觀察者的方向 另外一個呢 是平行的 好 我們先講一個 第一個比較簡單的 也就是說呢 今天有一個 這個假設圖先看一下 有兩個坐標系 我現在都轉 我現在都簡化掉了 一個 一個坐標系呢 是X 好 它是不動的 就是剛才我們之前畫的那個O 坐標系 OK 那另外這一個呢 是一個 是一個運動的坐標系 OK 就是剛才我們講的 all prong的坐標系 那麼 現在這個all prong的話 就是 因為它是要垂直嘛 所以它現在就是往 Y方向 我們剛才寫的 Y方向 在做移動 這樣懂這個意思 然後你注意看題目喔 題目的話是告訴你說 這個觀察者 它是坐在這個太空梳上面的 懂我意思嗎 所以是坐在這個運動體 的坐標系上面的 歐齁 這個觀察者是坐在上面的 歐齁 那麼旁邊綠色的話 就是簡單的描述一下它的運動 就是這個觀察者呢 它是垂直於這一條 呃光跟它自己的一條線的方向移動的 這是它的 那如果你看到 題目齁 你如果是考試或是 寫練習題的時候 你看到題目是這樣描述的話 你就是馬上把這個 影像 你就知道是這樣子 垂直方向運動的 你看你就看它怎麼寫英文齁 它就寫說 呃有一個 它是沿著一條線 是跟它 跟這個光齁 它跟光的這一條線 連起來 垂直這一條線運動 那意思就是這個運動者 是垂直方向運動的嘛 這樣會看題目齁 好 好 那麼這是描述題目的方法 那麼看到題目這樣子描述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 它是做一個 垂直方向運動的 讀普勒效應了齁 好 那它怎麼說的呢 它就說呢 對於這個觀察者而言 好 觀察者在哪裡 在這個運動體 對不對 對這個觀察者而言 它經過 within 就是一個時間差 對不對 或者是這個period 也是一個時間差 所以這個原文字就是告訴你這個t 不是勞倫之的那個transformation的t 而是一個那個 叫正向的delta t 會不會看 好 那慢慢看 這是叫做t 對不對 它在這一段的時間差的時候 然後 它收到連 它收到連續的兩個訊號 這樣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 時間是0的時候 它收到一個 時間經過了t的時候 它又收到另外一個 懂我意思齁 就是在這一段時間差的時候 它收到兩個 那麼講連續的話 意思就是說 OK 0秒的時候收到一個 t秒的時候又收 又第二個 收到第二個 連續的信號 OK 那它就問你了 那麼這個時候你要做 如果因為都普勒完全 有人是在講都普勒的frequency 就是頻率的一個shift變化就是了 所以如果你的題目是在講都普勒的話 通常一定都在講頻率的問題啦 頻率或是μ μ也是一個頻率的符號 對不對 反正它都普勒一定是時間的問題 在做校正 好 那麼你看 你現在要做頻率的轉換的話 時間跟頻率的關係 是不是就是一個倒數的關係 好不可以 所以今天題目已經很nice 告訴你說 對於這個觀察者而言 他就是經過時間t了嘛 所以對他而言 這兩道光出現的頻率 是直接把這個時間倒過來就可以了 可不可以 因為直接的觀察者就在這裡面了嘛 對不對 所以對他而言時間就是t 對他而言頻率就是他的倒數 就這樣子 OK 那麼因為上禮拜 我們是不是已經做過時間的關係的轉換了對不對 所以你今天的這個t呢 跟這個固定不動的人的t0 有這樣子的轉換關係嘛 是不是 所以你就把你運動的t跟不變的 這proper time的關係是帶入進去之後 你就得到了 如果這個運動者是沿著垂直方向運動的時候 他的頻率的轉換是怎樣的 那你得到了這個公司有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齁 你可以這樣想齁 就是我今天運動者 如果是坐在太空梳上面的話 我得到這兩道光出現的頻率是μ 比如說 3 大概是5秒 就是5秒這段時間內 我得到了兩個 那個時間差 兩道光 可是呢 對這個μ0 這什麼意思 就是我是在這個歐坐標的時候 我發出來的光的頻率是μ0 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 你是發多少道光 然後你是多少秒發一次光的頻率 那麼他收到的頻率是怎麼樣子的 那你會發現到 你這個μ永遠都是小於這個μ0 也就是說 我可能沒 我可能大概 我可能大概5秒鐘 我就是發一道光 5秒我就發一道光 就是在這個地球上面的人 我5秒就發一道光 5秒就發一道光 可是對這個太空說的人而言 他大概3秒就收一次 3秒就收一次 比他小 這樣我不會 比他小 frequency比較小 什麼意思 就每秒收到的比較少 單位時間內收到的次數比較少 欸 那這樣時間就是比較長 對不對 就是說 我 舉個例子 然後 frequency就是什麼意思 就是秒分之一嘛 我一秒收到幾次嘛 對不對 收到幾道光嘛 比如說我一秒 我就發5道光出去 可是呢 我這個太空說的人呢 大概就是 我這個 每一秒呢 我的時間的秒齁 收到的次數大概就是比較少 比如說只有3次 然後這是5次 大概是這樣 假設是這樣子的關係啦 就是說他比他少 頻率比較小就是了 OK 這樣可以嗎 好 你就把它再做吸收轉換就是了 OK 這個是垂直運動的時候的頻率關係是這樣子的 OK 好 另外一個我們要講的是 如果是平行運動呢 就是我是沿著你這個S走運動的時候 那麼頻率的校正又是怎麼樣子的 好 第二個 第二個 第二個是 平行的 OK 這個概念你就要注意聽了齁 有一點點要你想 要想一下的齁 可以齁先聽 好 可以齁先聽我說齁 好 是 是這樣子的注意聽齁 就是說 現在是 狀況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 OK 本來呢 是只有 歐 這裡再有一個光 出來 OK 是不是跟剛才的橫的是一樣對不對 也是歐 座標系也是發光的一個座標系 對不對 然後呢 歐 prong的話 是不是沿著跟歐的相對速度是往右移動的 可以齁 事情是這樣子的 對 可是 因為觀察者是做在歐prong的座標系 所以 他 是不是 不覺得 他自己在移動 他會 對他而言的話 這個光 就是 這樣子被收到的嘛 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這樣做轉換啊 就是 我呢 覺得 好 我自己觀察者 雖然我在動 可是 我會覺得 我自己 沒有在動 是 你這一個光源 在移動 可以嗎齁 就是說 你看呢 我本來是遠離 你 離開 可是呢 他會覺得 他 光源 是approach 他的 OK 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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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怎麼樣 光源 好像這麼相對速度 不對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 歐 應該是往他跑啦 我這裡應該是要一個 逗號在對齁 就是說這是歐發光的 但是呢 實際上是這樣子 就是 歐呢 是approach 這一道光的 懂嗎 就是說 這是分為三部分的故事齁 就是第一個故事就是說 是歐座標發光 那麼歐 歐 歐呢 是去approach 這一個光源 所以他會覺得 這一道光 越來 是他跟這道光是 是靠近的 approach 但是呢 實際上是他自己在動嘛 對不對 可是他來看的話 他會覺得他自己沒有在動 他覺得是你這一道光源 在移著approach 他移動 這樣可以嗎齁 就是故事是分三步驟這樣子齁 好 那我們來看這件事情是怎樣子的齁 用白話來講的話就是 我如果這一道光齁 發光的頻率 或是周期是這樣子 就是 第一次的時候我發一道光 對不對 然後這道光是就慢慢的會 會有一個時間差 就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它會發散出去嘛 對不對 我假設是經過了一個T 什麼叫做周期呢 就是說 我這裡發一道光 這一道光 經過了 一個周期之後 它的波 算是叫什麼 波前 對不對 就發到這裡來了 那麼 在 0秒的時候的光 就跑到這裡來了 這時候 周期 T時間之後 他又要再發一次光 懂我意思嗎 就是這樣子 就說 0秒的時候我發一次光 經過T秒 經過一個周期之後 這一道光的波前 都到這裡來了 那這時候 我又要發第二道光出來了 這樣可以嗎 也就是說齁 0秒的時候的光 跑到這裡來了 好 那這時候我又要發第二道光 在這裡了 這樣可以齁 好 那麼 因為對這個Oprong而言 是你光源在移動 齁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要發出這一道光源呢 對我而言 你已經在移動一個位置之後 發在這裡 OK 你在這裡發光的 可以齁 好 那麼 你現在要算 反正這個都普六就是要算頻率嘛 齁 那你先把這一個波長 先想清楚 什麼叫波長 所謂的波長就是 第一個波 一個 有兩個連續的波前 對不對 你就講波前 對不對齁 或是這個波峰 波前 之間的距離 是叫做波長 你懂我意思嗎 像這裡的話 的波長是指哪裡 是不是就是這一個距離 這叫波長 對不對 如果這裡又發一道光的話 它的波長 是不是就是 這裡 OK 所以什麼叫波長 波長就是你這一個 要發出來的新的光源 跟我第一個 連續的時候的波前 你們之間的距離是多少 或者說第二道光 跟第三道光之間的間隔是多少 所以對這一題而言 你已經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你對它而言 這個對觀察者而言 你這一道光的波長 是不是就是你 你剛開始0秒發的 跟你現在正要發的之間的 這一個就叫做波長 OK 波長的定義是什麼 你知道嗎齁 就是現在 欸這個是0秒 這是t秒 這是2t秒嘛 對不對齁 這0秒發出去的光 這t秒的 這是2t秒 我們之間 間隔一個週期的時候 所的距離 OK 所以對 對這個Opera而言的話 你的新的波長 就是這個波長 那這一道波長的話 是不是 光速永遠比較大嘛 對不對齁 是不是就是這個半徑 減掉這個VT 所以你的波長 就是半徑減VT 所得到的 那麼既然叫做波 既然叫做一個波嘛 所以你經過這段時間 你又要發出一道星道光的話 你這一段時間差 一定就叫做週期大T嘛 所以我可以很大膽的 就把這個ΔT 就寫大T來表示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今天要定義這個 對這個觀察者Opera而言 你的波長呢 就是C大T-VT OK 就是我剛才現在畫的 這個橘色這一段 就是 對觀察者而言 它所定義的波長 就在這裡 可不可以 好 好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你就可以得到這個關係式 對不對 這是本來這個關係式 那麼你又要想到 你之前有一個關係式 就是這個時間的轉換 時間差的轉換公式 就是這個1號式子 對不對 你把這兩個整理一下 你就會得到都普勒這中間的最後結果 我把它仔細再看一下齁 首先第一個 因為都普勒就是要 就是要考慮的 就是頻率的問題嘛 對不對 你現在都是已經知道波長的問題的話 你要變頻率 你就是要做轉換嘛 OK 好 你只要知道波長 你勢必可以利用這樣子的轉換關係 可以得到頻率嘛 所以都普勒一定是要問頻率的問題 所以呢 你要做一個跟這個光速的一個關係式的做轉換 OK 好那你就繼續看齁 對這個到 對這個O 對這個Oprong而言呢 你的頻率prong 就等於C除以這個Landaprong 對不對 那麼Landa呢 我剛才已經這樣講過就知道 是等於C-V乘以大Tprong 對不對 把它帶進去 C-V乘以大Tprong 再來 Tprong 不同坐標之間的時間差 是不是可以做一個γ的轉換 因此 我又把這個轉換 1號式子 帶入的話 Tprong 就要變了喔 對不對 就變成是大T在下面 開根號1-V平方去C平方在上面 倒過來了對不對 倒過來之後呢 再整理 好 整理就變成兩個合在一起 那沒什麼事齁 好 再來 繼續的話就是 我是不是可以試著 把這個大T提出來 對不對 那這裡 大T在這裡 把它做整理 好 這個C 我也提出來外面 變成CT 好 那你這個C 被提出來之後 裡面就是E嘛 然後呢 這就是V除以C嘛 沒變對不對 好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 把這個C拿出來 因為上下的話 這個光束是一樣的 可以是消掉 做這樣子的整理之後 你就可以得到這樣子的關係式 轉換 可以齁 好 這個就是 如果你的運動體 是平行的時候 你會有得到這個轉換 如果是垂直的話 就會是這樣子的轉換 那同學問了 那今天的題目很不幸的是 有一個角度的 XY都有的話 那怎麼辦 你可以把它分開來算 齁 獨立的 看來看 好 接下來第三個 我們要討論的是質量 好 再上最後兩個 就是質量以及能量之前 齁 先幫你做一個mark OK 要幫你做一個註解一下齁 這個概念很重要 好 OK 好 你要有這樣子的概念之後 你等一下才能夠 在下課 在下一堂課的話 要推導質量 以及推導能量的時候呢 你才會搞清楚齁 好 有幾件事情是要跟您說的 就是說 第一個 第一個 在根據那個 根據愛因斯坦的那個相對論的時候 他就告訴你了 對不對 第一個 你在不同 你在那個不同的坐標系的時候 雖然你會有那個相對論的效應 對不對 會有光束的效應在裡面的話 但是你基本的物理的形式是不會變的 對不對 這是第一條的告訴你這件事情的 所以呢 你看一下 第一條呢 就是我們如果要看力量的話呢 對 在愛因斯坦的話 第一條是就告訴你的 你的形式是不會變的 所以呢 你看第一個 你這個F等於ΔP除以ΔT的這一個形式 是不會變的 形式不會變 好 第二個 有幾個運動量啊 好還有幾個那個 牛頓定律的關係是這樣 第二個 如果題目是要問動量P 動量是等於MV 對不對 這個形式也是不會變的 OK 但是要小心的是 質量 是要用相對論的 相對論效應之下的質量 要小心 M M 意思就是等一下下一堂課要講的 這個M 會因為你有在做相對論速度 速度接近於光速 而有做改變 也就是說你在相對論的時候 你的質量是要跟你的速度是有關係的 OK 最後一個要告訴你的是靜子質量M0 什麼叫M0 M0的話就是說 我是在 靜子坐標系那個O的那個坐標系的時候 不管怎麼樣這個靜子質量叫做M0 它是跟你這個V是怎麼樣子的速度是沒有關係的 OK 好這四個式子 是等一下準備下一堂課要介紹質量的轉換的時候告訴你的 好 你先到這裡休息一下 有問題的話 還是一樣的 你就留就來 留下來問問題吧 好啦 所以念物理還蠻好啊對不對 你就想想看那個每個邏輯概念就會越來越強 然後等到你那邏輯建立之後你就知道那很快樂的一件事情 沒有感覺是不是 沒關係慢慢來 大二而已對不對 念有大三之後 慢慢越念越多的時候你就會發現 真是漂亮 OK 第三個部分呢 我們要講的是相對速度的時候 就是相對論之下的以高速度情境的時候 它質量怎麼變化的 好 你先看一下這兩個的假設 就是說這個前提的邏輯的設定是怎樣子的 OK 可以 會不會太快 好 剛才不要一直講話啊 你要趕快寫啊 好 注意看 我剛才寫 我剛才怎麼 我這個描述是怎樣子的 好 注意聽喔 好 先看一下英文 它說有一個彈性碰撞 的發生 是有兩個不同的觀察者 OK 我這個 OSVERSE 應該加個S 兩個 就是有不同 至少我這裡的話是兩個不同的觀察者 所看到的現象 它看到什麼現象呢 好 注意看喔 它說有兩顆球 就是說呢 它有兩顆球 那麼這兩顆球呢 都是完全 identical identical 這個英文字要知道 就代表告訴你說 它不管質量啦 材質啦 大小啦 什麼都是一樣的 Anyway 你說描述到的物理特性的話 它都是一樣的 OK identical 相等的 好 注意看喔 它怎麼描述 它說了 因為是有兩個不同的觀察者 所描述的彈性碰撞嘛 好 我們先來描述A怎麼看 O怎麼看 以及O prime怎麼看的 好 O 在O的時候呢 就是說有兩個 兩個觀性坐標系 還是一樣的 跟以前一樣的話 O prime就是沿著X方向 往V 好 相對於O離開嘛 好 是這樣子的 好 那麼有兩個坐標系來看 這個事件是怎麼看的 好 來注意聽 由O來看的話 OK 由O來看的話 A 這一顆球 是垂直往上丟 你懂我意思嗎 齁 就是說 由O來看的話 A 這一顆球 是往上丟 往上一個速度 叫做VA方向的速度丟 可以齁 所以你看我這個VA 是不是沒有prong 因為它是從O的坐標系來看 所以它是沒有prong 往上丟 可以齁 好 那麼B B怎麼看 O prime怎麼看 O prime 他看到的時候 他在這個坐標系 他看到的時候 是指 B 這一顆球 往下丟 OK 意思就是說 O prime 坐標的人 看到B 這一顆球 是往下丟 往下 假設 我們假設它的速度 叫做V B prong 因為它是由O prime看的嘛 所以我在這裡做個標示 叫做V prime 那這裡的話就沒有prong 你可不可以知道它在講什麼啦 那我畫在這裡的話 並不代表他們都是一樣 因為 O這個人 只有告訴你一件事情 他只有看到A 他沒有講B O prime這個人 他也只告訴你一件事情 他只告訴你B 他沒有講A OK 但是 你由這樣子的描述的話 基本上 你可以把它 兩顆球 放在一起來看的話 是可以這樣描述的 就是說 對O而言 對O而言 他只看到A這一顆球 往上往下 因為要做彈性碰撞 因為要做彈性碰撞嘛 所以B 是不是一定會碰到它 然後彈性的碰 離開 可不可以 OK 那另外一個呢 如果是O prime的人 怎麼看 O prime的人 他覺得 B這一顆球是往下 OK 所以他又要往下的時候 他又要跟A做彈性碰撞 所以A是這樣子的 可以 照道理講 這個速度都要維持一定彈性碰撞 鏡頭要長度一樣 可以 好 那這樣子的描述事件 我們如何來推導 來開始這邊 OK 好 先聽我說 來 先看這裡怎麼想的 怎麼推出來的 這個題目還蠻不錯的 這個邏輯還蠻強的 一步一步的關係要想清楚 好 先注意看這裡 第一個 要推導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先假設 VA等於VB prime 什麼意思 就是我剛才呢 是不是剛才在第一個黑板那邊 我是不是有給你畫一個是V球 是往下的 但是它是叫做VV prime 對不對 然後A球是往上的 因為它叫做VA 因為它是由O prime看的 O坐標來看 所以它沒有prong 但是它是由O prime的坐標系來看的 所以它有prong 對不對 那我先假設 不管你是在O 還是在O prime的坐標系來看 我呢 我都假設你這個值啊 大家都一樣 我先不要care你那種相對的 那個什麼 換來換去的 反正裡面兩個的值 我先假設都一樣的值 大小都一樣 好不好 好 那如果這樣假設之下呢 對於這個O 好你先不要管O prime 你先管O 也就是看這張圖 你先看這張圖 如果是這樣子的而言呢 好 對O而言呢 它這一顆Y 經過了這一個Round 就是說 一個碰撞 就是 往上丟 碰撞之後往下 這樣子一個時間呢 好 我假設 它是 就是說 這顆球碰到B那顆球的時間呢 我假設它移動了一個距離 叫做Y 因為它往上這個Y 對不對 去碰撞它嘛 是不是 這一段是Y嘛 好 我假設呢 它是Y 除以 我這個速度VA嘛 可不可以 你都不要考慮什麼重力的問題 先不要哈 你就這樣子直接 距離Y除以VA 是不是 好 這個時候叫做T 注意 要有0 什麼叫T0 T0 是不是上一個禮拜我們講的 就是 就是 靜止坐標系看的那個時間嘛 對不對 所以現在是在O坐標系嘛 所以它在O坐標系 它看A 它不覺得 自己O在跑啊 對不對 你懂我意思嗎 對O而言 對O而言 它覺得自己是靜止的嘛 那它的話 是不是 它的時間就是T0 可不可以 好 那相同的意思就是說 那對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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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看B 是覺得它是往下 就是這個 這個世界 對不對 那它的話 是不是也是覺得B 是走過一段時間 叫做Y 那它的速度呢 叫做VB' 對不對 所以它的速度 是叫做VB' 往下 對嗎 那它也會覺得 我量到的時間 叫做T0 这个是不是对all prong的人而言 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这两个没问题 好 那么再来 第三件事情 只是说为什么会他们两个 这个时间都要做校正 等下再讲 对不同的坐标的人 他们两道时间就叫做体理 那么不管 我刚才上课 要下课之前 是不是跟你讲过 不管是在哪个坐标系 你呢 这一个动量要守恒 这件事情是 永远不会变的形式嘛 对不对 所以在 如果今天是all的人来看的话 今天是all的人来看 就是我今天是这个 这张图就是了 你今天要发生弹性碰撞 你是往上丢一个VA嘛 对不对 你要跟他那个B弹性碰撞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遵守 Y方向的动量守恒嘛 对不对 对不对 Y方向动量守恒 对A而言就是 MAVA OK 那么对B而言 也叫做mbVB 只是我现在假设这个VB 就是B这一颗球 Y方向的速度分量 我这里有写 VB就是由O来看的话 B这一颗球的Y方向的分量 这样可以吗 就是你对O而言 反正你Y方向的动量就要守恒 那A很简单嘛 就MA乘以VA嘛 那B的话我就假设它的质量 乘以它的V的Y Y方向的分量叫做VB OK 你注意看一下我这个M哦 我这个M也都没有 我整个式子是都没有prong 因为我是在O座标系讲的嘛 对不对 所以MA就是我在O座标系看到的 这颗球的质量叫做MA 我看到的速度叫做VA嘛 那在O座标系的时候 我看到这颗球的质量叫做MB 我看到它的Y方向的速度分量叫做VB 可以哈 好继续 那么呢根据这个式子 MAVA等于MB VB这个式子 我把这里的VA 带进来 OK 以及这里的VB 或是这个时间在做转换 我们把它带到旁边去看一下哈 好你注意看哦 MAVA VA是什么 VA就很简单嘛 VA就在这里就有了 对不对 有没有 所以我那个四边的式子 是直接把Y除以T0 就可以了 可不可以 好 好 那MB呢 我也是照写MB 对不对 可是问题就在这里的 VB了 VB怎么办 VB没关系嘛 你就按照像它的形式一样 也是Y除以T嘛 只是 只是这个T 已经不能写T0了 对不对 你是不是要做转换了 对O坐标系而言 你的时间就要做转换 不能写那么的T0嘛 好 所以这里只是差别在于 这个T 好 不是T0了 对不对 因为现在 我来看你的话 你就不是T0了嘛 是不是 你就是变成T了嘛 OK 所以呢 在这里的话 你就要做转换 就是这个Proper Time 要跟这个时间做转换 就是有T0分之 E-V平方 随习平方的关系式 OK 好 那这关系式的话 你就可以发现到 Y跟T0 是不是可以消掉 消掉 变成这个式子 OK 那对O而言 对O而言 A本来这一颗物质 它今天量到的质量 就是在我这个O坐标系 所量到的质量嘛 所以我就命它 是叫做一个 禁止质量 等我一下 就说 这颗球 在我来看的话 我来描述它的事件的时候 我在说它的质量的时候 我都是用O 坐标系在看 在说它的质量的嘛 所以它的质量本身 就是属于一个 禁止质量的M0嘛 对不对 可是对 对O来讲 对O来讲 你这个 你刚才讲的这件事情 B的 都是在O prong 对不对 都是在一个运动 坐标系来看 描述的B嘛 对不对 所以你这颗质量 是在O prong O prong 坐标系所描述的嘛 所以对我 O 坐标系而言 你的质量 是在运动的嘛 就是说 你这颗球 对我而言 你是在做一个 V方向的运动的人 在讲的话嘛 所以这个就是 质量是M 就是说 你是在 你是对我而言 是有个相对速度 所量出来的质量 OK 那你把它带进去的话 就会有这样子的关系是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把它画一张图 出来看的话 看一下 如果你用这个关系式去看的话 就是以V除以C当做一个坐标的X轴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到它的那个质量是有这样子的变化的 是会越来越大 会越来越 质量会越来越大的 OK 当你的速度 如果 圆小于光速的时候 也就是这个是等于0的时候 注意看哦 我先问你一件事情 我就看谁讲话 我就问他 我假设这个运动体 它的V速度 圆小于光速 那么是不是就相当于 它是在0这一点 那它的质量 跟镜子质量来看的话 Y等于多少 0还是1 1 懂我意思吗 好 那你会 你会速度越来越接近光速的话 你就会越来 质量就会越来越胖 比如说1.2啦 大概到0.8这边来了 好 懂我意思吗 你如果速度越来越远的话 实际上你出来的 对我来看你的质量 你会越来越胖 质量会越来越大 质 看可以哈 这是质量的推导的概念 OK 好 最后一个 质量 好 先听我说 好 最后呢 两个东西要跟你讲的 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 好 好 第一个就是要讲动能 或者是等一下推出来的总能 哈 anyway 现在就是要讲energy的部分 哈 我们先来看动能 动能的定义 好 动能就是你做的功 转化成你的动能嘛 对不对 好 功与能的方式嘛 对不对 所以你就利用这个方式 然后力量的话 是不是一开始就跟你讲过 还是要遵守那个 牛顿的那个功率 或形式是不会变 就是DP÷DT嘛 P 动量 等于MV 好 两个都 呃 分别为分的话 就等DM÷DT 加上M÷DV÷DT OK 没问题 所以呢 也就是说 你的要算动量的话 你要算动能的话 你一定可以用这个式子来表示 对不对 好 你再刚才回忽一下 你刚才质量的转换 好 是不是把 是这样子的关系 这等一下呢 我们就跳脱出来了 跳脱到质量来了 然后呢 你把左右两边的话 都平方的话 是不是M平方 除以M0平方 这样开根号 这样子的关系 诶 这个是要平方 对不对 OK 平方之后呢 你把它做整理 把它乘过去啦 分配一下 等于MC M平方 C平方 减M平方 V平方 等于M0平方 C平方 这个式子呢 我如果左右两边 在为分 OK 你就会得到这个式子 OK 你如果把它全部都挪到 左边来的话 为分之后 应该等于0嘛 OK 好 为分之后 你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M 消掉 这里有M 消掉 这里M平方 变成M OK 那么你就可以 把它做整理 做成下面这个式子的整理 OK 整理完之后呢 你把这个 有C的这一项 往右挪 其他的话都 C这一项不变 那中间两项的话 往右挪 就变成正的 对不对 好 OK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的话 这是后面的话 这里 这里是不是变成 DM 除以DT 我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小技巧 把它除以DX 乘以DX 所以后面这里的话 又变成是V了 OK 所以也就是说 这里这一项呢 这个V又跟这个V又消掉了 所以变成C平方 DM 除以DX OK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把你要的这一个 你要这个嘛 对不对 你刚才不是说 你要算动能吗 动能是不是里面 就是需要这一项 OK 你把这一项呢 你用C平方 DM 除以DX OK 来带进去的话 你就可以得到 这个公式了 OK 这也就是我们很有名的 总能量 等于MC平方 等于动能 加上M0 C平方 OK 好 最后一个 最后要补充的 你常常 Homework 考试会混淆的 最后补充的这个很重要 除了这个式子之外 其实呢 总动能 还有另外一个表示方法 这也蛮常见的 就是说 好 你再重新复习一下 你的质量转换 你也是一样 把它两边都平方 对不对 M平方 这乘过来 E减V平方 所以C平方 等于M0平方 对不对 好 左右两边都乘以 C的四次方 OK 这里就变成C的四次方了 对不对 C的四次方 再乘上这平方 不见了 变成平方 OK 那这里右边的话 也是C四次方 对不对 好 做整理 那这个呢 是不是就变成 MC平方 再平方 OK 那又 这一个挪过来的话 是不是C平方 MV C平方 那么就等于 M0C平方 再平方 OK 那么你就可以发现 中间的这个MV 是不是等于动量 又等于 P平方 C平方 加M0 0平方 C平方 所以这一个总能呢 等于P 总能的平方 等于P平方 C平方 加M0 C平方 再平方 这个四次 也很常被用 而且也很重要 所以呢 你可以自己之后 你自己之后 就可以把这个相对论 相关的一个 一个结果 都可以把它做整理 好 那么这个四次 为什么重要 常常会把它用来考 一个没有质量的物质 比如说光子 生子 好 所以这个公式 为什么那么重要 是因为常常用来考 这个MOSLIS 的这个particle 也就是说呢 这个质量是没有的 等于0的 所以对于光子 或是生子 比如说你的题目啦 如果有phono啊 photon啊 这种东西的话 你一概的话 你的总质量 总能量 好 E 是等于PC的 意思就是说 这个动量呢 等于E除以C 那么动 particle 这个particle 是不是以后之后 可以用成波 也可以等于Mμ 除以C来表示 或是M除以Landa 好 这个是很重要结果 可以吗 好 好 相对论就到此结束 那么 我教你一个方法 你看了这个 第二章跟第三章 基本上课本 都是在讲相对论 对不对 你会有很多的结果 比如说我每个话 框框都是一个结果 你可以做一个小note 把它记下来 OK 到时候你要考试了 或者是你要考 比如说大考 研究所考 什么考试 不管 只要考相对论部分 你把那张纸拿出来 每一个部分呢 不是考试 我说考试前的时候 你把它拿出来 你自己问你自己 每一个试子 你到底会不会推导 你到底懂不懂 它的整个逻辑 概念怎么样子 那这样子 你去进去考试的话 我想应该都没问题了 那个就是你自己做一个总整理的表格 可以吗 所以相对论基本上都是 based on这几个架构 的一个概念的组成 OK 那我们到这里了 所以呢 开始又要写第三章的homework OK OK